女孩趴在草地上看书 任由水花打湿身体 曼妙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 大叔痴迷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嘴角止不住地上扬 当即决定住在这里 大叔是个大学教授 因为工作急需租房 起初他看不上这里 因为房东是个寡妇 举手投足都是风尘 屋子也脏乱不堪 但大叔怎么也没想到 花园的风景竟然别有一番滋味 他对女孩一见钟情 得知她是房东的女儿后 大叔迅速搬进这里 他总在花园里看书 眼睛却紧盯着洛丽塔 面对温文尔雅的大叔 洛丽塔也有意无意地撩搏 大叔对此毫不反感 甚至还有些窃喜 但麻烦很快来临 房东居然喜欢上了大叔 邀请他一起当鞦韆 洛丽塔则坐在中间 身体重心却偏向大叔 几乎整个人都缩进了对方怀里 房东自然知道女儿的小心思 立马想打发洛丽塔离开 洛丽塔虽然表面顺从 背地里却是更加肆无忌惮地接触大叔 看到他没睡 就穿着睡衣跑进他的房间 上厕所从来不关门 卧室也总是虚掩着 这正中大叔下怀 他就这样偷偷注视着洛丽塔 眼睛里饱含深情 也许从第一眼开始 他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洛丽塔 看到了洛丽塔静止走了过来 一屁股坐在他的腿上 大叔受宠若惊 却没有拒绝的意思 房东为了跟大叔独处 正要把洛丽塔送到夏令营 就在出发的前一刻 洛丽塔发现大叔在依依不舍地注视着自己 迅速跑到楼上 一把扑进了大叔的怀里 面对突如其来的惊喜 大叔不知如何是好 他望着洛丽塔的背影 盼望着他快些回来 思念难以控制的时候 大叔偷偷扑进洛丽塔的衣柜 闻着他的气味仿佛洛丽塔就在身边一样 可房东为了得到大叔 竟然使出了杀手锏 要想继续住在这里 就要跟他结婚 大叔左右为难 但为了继续见到洛丽塔 只能答应房东的求婚 可面对房东的友好事宜 大叔总是刻意躲开 能上班的日子 他绝不会待在家里一分钟 为了逃避丈夫的职责 大叔竟想出了馊主意 他给房东吃不同的安眠药 甚至是能迷晕牛的药剂 将对方放倒后才肯安心上床睡觉 因为在他的眼里 房东是丑陋的 大叔经常在日记里吐槽 称他是头大母牛 还在日记里写下了对洛丽塔的感情 但就在这天 房东打开了大叔的秘密抽屉 看到了他的日记 得知了他对自己满是厌恶 而他爱的人居然是自己女儿 房东悲痛欲绝 写下了三封信 准备和大叔老死不相往来 却在记信途中 被驶来的汽车当场撞死 房东死后 大叔起先有些不知所措 可缓过神来 他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 与洛丽塔在一起了 他烧掉房东写的那三封信 并迅速整理行李 来到夏令营接走了洛丽塔 他谎称房东生病住院 所以就要接洛丽塔去看望 但图遥远 需要在外面住一晚 大叔一路上明目张胆地搂着洛丽塔 表示自己很想他 可洛丽塔却说大叔没有亲自己 心里肯定是不在乎自己 大叔把车停在边时 一辆警车经过 警察问他们有没有看到一辆蓝色轿车 大叔有些尴尬 而洛丽塔却以一种打情骂俏的方式回应 警察尴尬地赶紧开溜 大叔捏紧女孩鼻子 憋得对方满脸通红 女孩忍不住张开了嘴 大叔迅速抠出嘴里的球 为了带女孩履行 大叔谎称他的妈妈受伤 需要独自静养休息 洛丽塔信以为真 起身爬到后座 毫不避讳地换起了衣服 大叔虽然是自己家的房客 洛丽塔却一点都不介意 半夜到宾馆休息时 由于没有预约 只剩下了一间大床房 显然他们只能住在一起 洛丽塔认为这很疯狂 如果被妈妈知道的话 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大叔却说我现在是你的继父 出来旅行难免会待在一起 洛丽塔听到却嗤之以鼻 显然不相信这个理由 但他也只能接受 随后 大叔抬起洛丽塔的腿 帮他脱下皮鞋 缓缓吞下袜子 直至露出鲜红的脚趾 随即叫他躺下 大叔努力克制自己 和洛丽塔说自己下楼做会 等他换好睡衣睡着之后 自己再上来 洛丽塔协躺在床上 说自己是个恶心的女孩 他想告诉大叔下令营发生的事情 大叔却不想知道 在他心里 洛丽塔容不得被别人触碰 可他也明白 他必须抑制这些荒谬的想法 大叔离开房间后 还叫门紧紧反锁 他怕他的洛丽塔不见了 等到大叔再回到房间时 洛丽塔已经睡着了 他急切地换好睡衣 躺在洛丽塔身旁 夜里他起来喝水 半梦半醒的洛丽塔也觉得口渴 结果水杯一饮而尽 然后将嘴唇放到大叔的肩膀上蹭了蹭 两人度过了平静的夜晚 大叔一睡醒就忍不住扭头看洛丽塔 等洛丽塔醒后 他在大叔耳边讲起夏令营时 与一个男孩发生的故事 大叔感到震惊 洛丽塔问大叔难道你没谈过恋爱吗 这让大叔回想起了自己的初恋 在他情斗初开的年纪 他爱上了一个女孩 女孩聊起素色的裙摆 露出了蕾丝花纹 大叔扯下淡蓝色的袋子 那便成为他挥之不去的记忆 少不更事的他们是彼此的初恋 可四个月后 女孩在一场风寒中丧命 大叔悲痛不已 自此之后 他心里永远保留了那个女孩的位置 直到他在花园看到了洛丽塔 那一刻 他仿佛看见了初恋 瞬间对洛丽塔一见钟情 当然这些他并没有说出口 还骗洛丽塔说没有初恋 洛丽塔听完后 竟要将和男孩发生的故事 重新展现给大叔看 大叔再也忍不住了 他们的感情也在这一刻得到了升温 一路上 洛丽塔格外调皮 经常把东西洒得到处都是 大叔也不生气 每次都耐心地哄着他 面对年轻活力的洛丽塔 大叔根本无法抗拒 可就在这天 洛丽塔格外想念妈妈 想打个电话联系 大叔知道无法隐瞒 只能告诉他妈妈去世的消息 那晚 洛丽塔哭得格外伤心 大叔只能默默安抚 为了让洛丽塔开心 他们来到一个繁华的城市 大叔教他开车 陪他打球 虽然疲惫不堪 却让他感觉置身天堂 但天堂的颜色 跟地狱火一样 即使会受伤 大叔仍旧感觉幸福 可随着感情的加深 大叔对洛丽塔的控制欲 也越来越强烈 洛丽塔不能跟异性接触 不能有太多的零花钱 为了多要一美元 洛丽塔竟开始诱惑大叔 大叔对此毫无抵抗力 只能默默答应他的请求 可大叔渐渐发现 洛丽塔对自己越来越冷淡 甚至偷偷将零花钱 全部攒了起来 原来洛丽塔早就受够了大叔 想拿到足够的钱 就准备独自离开 两人开始激烈争吵 大叔感觉遭受了背叛 竟狠狠打了他一耳光 洛丽塔彻底崩溃 转身跑开 大叔找了一整夜 终于在一家咖啡店发现了他 两人已经冷静下来 面对大叔的道歉 洛丽塔没有在意 只是提出要继续旅行 只不过这次的终点要由他来决定 大叔欣然答应 他们开车继续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可不管他们怎么走 身后总是有一辆车在跟着他们 大叔内心隐隐不安 他将洛丽塔安顿到酒店 就独自外出买东西 不料刚回来后 竟发现洛丽塔衣衫不整 女孩满脚是泥 衣衫不整地坐在床上 还顶着凌乱的头发 加上花掉的口红 足以证明刚刚发生了什么 大叔问他是不是出去了 女孩却撒谎说刚刚起床 大叔表示我不是傻子 女孩只好说刚刚确实出去了一回 因为看大叔一直没回来 所以出去找他了 大叔见他没有坦诚相待 迅速到窗边观察外面 试图寻找蛛丝马迹 洛丽塔靠在墙边 露出了轻蔑的笑容 就是这样一个魔人的小妖精 让大叔彻底疯狂 在这之后 大叔经常做噩梦 梦到洛丽塔不见了 他害怕失去挚 连夜带洛丽塔离开 可连续几天奔波下来 洛丽塔却病倒了 大叔急忙将他送进医院 可只是离开了一会儿 洛丽塔就不见了 医生告诉大叔 洛丽塔被叔叔接走了 还留下了探访记录 可大叔知道洛丽塔 早就想摆脱自己的控制 却没想到这么快 大叔疯了一样 将医生按在地上一顿输出 但他很快冷静下来 发现带走洛丽塔的人 是用了假名字 还敏锐地发现 那人的字迹很特别 他走遍所有的酒店 到处翻找住房登记的名字 只要自己相似 就一定能找到洛丽塔 然而时间一晃 已经过去了两年 却始终一无所获 大叔陷入深深的绝望 直到这一天 他终于收到一封信 那正是洛丽塔写来的 对方说自己结婚了 但日子过得很拮据 希望大叔能给自己一笔钱 哪怕两三百都可以 大叔立马按照上面的地址 偷偷找到了洛丽塔 发现这里房子很破 洛丽塔也变得臃肿 现在的他 早已从纯玉风变成了清熟风 还有了身孕 大叔一时无法接受 但还是不断追问 当年是谁带走了洛丽塔 洛丽塔表示 是第一个酒店碰到的男人 他们第一次相遇后 对方就一直想带走自己 然而对方喜欢拍不堪入目的电影 洛丽塔讨厌这样 于是就被对方逐出家门 大叔突然一阵心痛 自己付出那么多心血 还不如一个只见过一面的渣男 得知他玩弄洛丽塔的感情 又狠心将他抛弃 大叔内心升起了复仇的火焰 虽然洛丽塔伤害了他 但他还是深爱着洛丽塔 想要带洛丽塔离开 可洛丽塔却拒绝了 因为他对大叔的感情 只是一时兴起 不掺杂任何爱情 大叔顿时心灰意冷 他留下所有的钱就转身离开 大叔找到那个渣男 毫不犹豫地开枪将他击毙 仿佛没了这颗毒瘤 他心爱的女孩依然完美